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蜡汁肉夹馍 在视频开始之前 请给我个点赞评论分享 好人有好报 感谢你们的支持 好 视频开始了 蜡汁肉夹馍是陕西的地方特色小吃 蜡汁肉配上白鸡馍 互为烘托 将各自滋味发挥到极致 有着中式汉堡的美誉 深受人们喜爱 传统的陕西腊汁肉 夹馍的制作方法 包括卤汁腊肉的制作选料与刀工 腌渍风干 卤肉和白鸡馍的制作 主要选用五花猪肉 面粉 高汤等原料加入各 重香料和调味料加工而成 具有色泽红润 气味芬芳 肉质软糯 迷而不烂 浓郁醇香的特点 正宗腊汁肉夹馍的做法 腊汁肉夹馍怎么做好吃 腊汁肉夹馍的做法 面粉倒入盆里 加入酵母 泡打粉 减合植物油 分次几次倒入温 边加水边用筷子搅拌 搅成雪花状的面絮 用手揉成光滑的面团揉到三光 盖上湿布发酵一小时 不要完全发 稍微一点发起就可以 面团里是小洞 不是大洞 把发酵好的面团揉至表面光滑 分成各面团 一个大约克 取一个小面团 搓成细长条 再擀长条 从一端卷起 卷成一个圆筒 正宗腊汁肉夹馍的做法 腊汁肉夹馍怎么做好吃 然后垂直放在案板上 用手按扁成一个小圆饼 把小圆饼用杆直径约里你的圆面饼 把平底锅加热 不放油 放上面饼 小火烙 中途翻个面烙成两面金黄色即可 猪肉洗净 肉切成里你的四方大块 锅里放入砂糖和水 不停搅拌制糖融化 起泡成红棕色 倒入切好的肉翻几下 锅里加入热水 没过食材表面 放入葱姜 大到大火煮沸去浮沫 加入老抽 盐 盖上盖子 中小火开始炖小时左右 直至肉软烂 取出肉块 剁成肉末 拌上一点炖肉的汤汁 白鸡膜从中间切开 剁好的肉夹在白鸡膜里就好了 要做好鲜辣脂肉夹膜 快速有效的方法是 找一位有经验的好师傅 跟着师傅能掌握整 套辣脂肉夹膜技术 餐饮技术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 只有经过师傅的亲 深传授才能掌握其中的奥妙 快速提升自己辣脂 肉夹膜的制作水平 经过师傅的传授 自己也能做出顾客 喜欢的腊脂肉夹膜 正宗腊脂肉夹膜的做法 腊脂肉夹膜怎么做好吃 品诺餐饮小吃培训 学校成立至今已有十余年之久 咨询中心位于西安 是朱雀大街与青松路口 十字西亚兰花园座层 致力于让正宗陕西小吃 传遍全世界 一直以来都受到了业界的一致好评 并且学校师资力量雄厚 有国家级的名师坐镇 技术精湛 如果您想要学习辣 脂肉夹膜的制作方法 不妨来品诺餐饮 一定会给你带去满意的收获 好 视频到这边就结束了 请给我个点赞评论 分享感谢支持 小伙伴们对辣植肉夹馍 有了解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